我们也可以通过过去一些大师的作品 来观察他们怎么样去在处理这些黑白照片的时候 来去玩味这些亮度上的丰富的层次 你们可以看到这些作品 他们是怎么样来处理的 当然在黑白摄影中 这种极端亮度的处理就会产生 类似我们现在说的叫做高调摄影和暗调摄影 这两种类型的摄影作品 高调摄影你可以看到它的特征 比较明显的表现在大面积的画面内容 是处于非常明亮的这种背景上 我们管它叫做背景 实际上在明亮的部分并不呈现出太多的信息 而仅仅是作为背景出现 而少部分的这些暗的部分 恰恰是呈现出实际内容的部分 与之相反 像这个暗调摄影正好和刚才的一个高调摄影是相反的 在呈现出来亮的这一部分 恰恰是它的信息的核心部分 而大面积的黑色的部分 反而是它需要用亮度来隐藏的部分 在拍摄原始题材的时候 我们已经首先可以考虑到这样的亮度的呈现方式 然后我们还可以决定我们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来拍摄 当然有些人在拍摄之前就已经考虑到这个的时候 在拍摄的时候可以通过构图 可以通过选择性的拍摄 可以通过亮度控制 来实现我们对这张照片的所谓调性的这种理解 你比如说像这张作品 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明显的高调摄影的状态 尽管里面会有部分呈现出来一定有限的灰度 但是如果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原始的作品 是这个形态的 我们可以通过黑白摄影的这种转换 将一张彩色照片转换成为黑白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一张有意义的黑白摄影作品 这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转换结果 在这个转换之后 我们还是要需要对这张作品的亮度构图进行调整 在亮度调整的过程中 我仅仅靠曝光度的调整 就已经可以构成这张作品呈现的状态了 当然如果我要是喜欢在构图上来进行调整的话 我选择这种一比一的方式的构图 然后将它变成一个正方形的构图 这样的话画面通过裁切将一些不必要的元素排除在画面之外了 在这个时候 我可以再对这个有限的信息进行更进一步的处理 我既可以提高它的对比度 让画面中的灰色部分变得更加精简和凝裂 我们也可以通过减少对比度 让画面呈现出非常细腻的多层次的灰度变化 这完全取决于你对这张照片的定义 在这里我更喜欢把它做一张高调摄影的作品来进行调整 所以我会增加对比度 让背景部分的亮度继续提高 然后使高光部分的亮度再一次上调 这样的话画面你会看到仅仅由白 灰 黑 三个基本层次构成 形成一个高调的摄影 并不是每一张照片都适合于定位到高调或者低调里面去 在这个拍摄的前期的设计的过程中 你已经应该可以注意到它的这个特征了 从这张照片来看 原始的拍摄是一个彩色的照片 这显然是直接拍摄的一个结果 但是如果要是我们希望将它呈现成一种黑白状态的时候 我是需要将画面中不需要的元素先全部的从周边利用构图的方式来剔除 然后我会将它转换成黑白 在我转换成黑白以后 你们是可以看到它的亮度层次有非常丰富的呈现 有比较亮的高光区域 尽管它是在很少的部分 而且细节会充斥在其中 也有比较大面积的暗区 里边并不呈现任何的细节 这张照片给我一个灵感 就是我更需要让它变成一个高调摄影的作品 以强化所有的这些边缘的亮度和轮廓 这是一张照片比较有意思的一种可能性 所以我在这里会提高它的对比度 在提高对比度以后 你们会看到黑的地方变得更黑 然后我会在这个高光部分 对画面进行调整 使亮的地方变得更亮 但是亮的层次 我还要控制在 比如说这些地方还能看到它的细节 维度 而不是太亮 让它们整个完全沉到一个比较含混的亮度区域中去 所以在这里定义高光区域的时候 应该是比较小而丰富信息的区域 白色的色阶我可以去试一下进行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背景上的部分开始发生比较大面积的亮度的延伸 然后在黑色色调上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黑色色调降低一下 你就会可以看到这个特征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 但是即使是这样 我们也可以通过局部控制来使光线和亮度更加专一 我会在画面的上方加上一个亮度的过度调整带 然后我会降低这一带的曝光度 当然了这一带的锐度并不能失去 因为在这一带有很多的毛发部分是呈现在这个区域的 清晰度我也不会做太多的妥协 而从另外一边我会协助刚才那个调整带 也加上这样的一个调整区间 将亮度从这里进行一下压制 这时候整个的光线呈现出来的状态 就像是一束神光从天而降 打在了这个马和周围围着他们的这些人的身上 从这张照片的呈现状态上 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这里光线是受到了十分细致的控制 和原始的照片相比 它的光线已经收束到了非常有效的区域 你看像这些画面边缘部分 这些本来我不需要干扰画面的地方的光线 基本上都已经受到了控制 而表现轮廓的这些高光区域 完好的保存在了这张黑白作品中 这就是我在调整黑白作品的时候的一些基本的思路 在调整黑白作品中